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在韩再分的记忆中 家乡的纯洁散发着怎样的味道 韩再分的家乡在安徽省安庆市前山县 这里是七美故事 孔雀东南飞的发源地 也有被称为古南越的天柱山 还有禅宗发源地之一 三祖寺 在这个文化底院丰厚的小城里 春节是伴随着 闲山籍小说家张恨水的一首诗歌来到的 而让童年时代的韩再分感受到春节到来的气息 是一种过年才能吃到的小食品 每年到了大年二十九的时候 那个锅用柴火烧的那个锅 然后熬了一锅那个糖稀 然后把那个冻里再倒进去 就那个热乎乎的 热腾腾的 拿出来还这么一拉 那个糖稀还粘在上面的那种感觉 是我们最喜欢吃的时候 过春节的时候 前山家家户户都会做冻米糖 而做冻米糖的关键在于炒米 炒米一般选用上好的糯米 用水浸泡好 蒸熟之后再放在屋外经双冻半个月 之后就可以进行炒制 做炒米一定要用传统的柴火道 才能够准确地控制铁锅的温度 所以需要两个人紧密合作 一人负责烧火 一人负责炒制 不过 炒米的第一步 炒的却不是米 而是一种黑白相间的东西 这种东西被当地人称为铁砂 这个铁砂呢 就是我们本地啊 这个大厦盒里面 这个弄起来的 弄起来的 那个铁丑子 炒的 他把那个丑子把它挖起来以后啊 还要挑写一下 显得比较粗一点 为什么要用这个铁砂的草米呢 就是这样就受热均匀一些 这样你就不会把草米炒焦 草米的过程看起来简单 但却难以控制 烧火和掌勺的人都需经过好几年的锻炼 才能够准确地掌握铁砂的温度和下米的时机 经过半个月晾晒的冻米 在遇到高温的铁砂之后 会立刻膨胀起来 形成松脆的炒米 然后用竹筛将炒米和铁砂反复筛几次 铁砂就被筛掉 剩下的就是做好的炒米了 做冻米糖用的是当地特有的板糖 将板糖食用油 水放在一起 用大火熬制搅拌 直到糖浆可以拉成丝的状态 糖浆才算熬好 这时放入炒好的炒米 板糖和炒米的香气立刻扑鼻而来 前山的孩子们闻到这样的香气 就知道春节到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开心 然后那个糖 那个锅 熬那个东西是 反正我姐夫每年在做那个的时候 我们都吼在旁边 然后看着姐夫 哎呀 系个大围腰 系个大围裙 然后呢 下面在塞火 烧的火很旺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那个大姐夫 啊 我的大姐夫好有本数 对吧 能打出那么好吃的糖出来 炒好的冻米糖从锅里拿出来的时候是一整块 还需要切成薄片 才方便孩子们入口 现在可以切了吗 然后还等一下 得让它这上面的温度没有了 是吧 现在还是热的 嗯 但是要等 嗯 把它那个 哦 得这么开 是吧 嗯 对 我一会儿把它拍坏怎么办呀 我一会儿拍坏怎么办呀 我一会儿拍坏 可以了吗 我看看 嗯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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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了 嗯 可以了 一个都 你的 叔叔给它 洗你 洗我 来 哎 是不是 我还以为 你洗我灯过 那你可以 哦 哦 这样 这样 哦 哦 写冻米堂的时候 能感受到春节的热火朝天的气氛 也能体会到过春节才有的喜悦心情 就这个家庭户都得自己做了才算是过年 一切这个就过年了 前山的孩子们开始知道香甜的冻米堂时 大人们已经做好了春节到来的准备 每家每户都要请当地书法最好的人 为家里写上一副对联 然后由家里的长辈亲自把对联贴在大门口 再挂上一个红灯笼 祈祷来年红红火火 伴随着最寒冷时刻的到来 意味着新一年开始 万物重生的春节也要来临了 每当这个时候 韩带芬也会得到一样他非常喜欢的东西 大年二十九 爸爸就会拉着我们的手 带着我们一起到街上去选灯笼 那灯笼呢各式各样的 就是什么兔子啊 什么猪啊 什么还是各种各样的 就是十二生肖啊 他们都做 你看那个时候的民间艺人手艺也很巧 是用那种纸糊出来的那种灯笼 然后刷上那个油漆 刷上那个颜色 然后我们最喜欢的呢 是那种红灯笼 小小的红灯笼 是韩带芬春节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在前山 有些人家会自己做灯笼迎接新年 而更多的人则是到街上购买灯笼 所以春节到来的时候 也是前山渣酱最忙的时候 渣灯用的材料 是当地自产的竹子和材质 不需要模具 只凭经验 渣酱就能用竹面 编出一个个鲜活的小动物框架 然后用白色或者彩色的纸 糊在竹框架上 最后画上眼睛 一个活力活现的动物形状的花灯就做好了 如果讲究一点 花灯内部还要插上蜡烛 并且给这样的兔子灯 加上四个小轮子 你可以定做 你要什么样的灯笼 你要什么样的灯 然后还可以在那个灯笼上 写上你家孩子的姓名 所以晚上我们孩子 就把这个灯笼点蜡烛 那么摘前摘后 春前春后 大家互相比试着 一搞就是走灯似的 春节玩花灯 是孩子们必不可少的游戏项目 而扎花灯则通乱着扎酱对孩子们的情感 扎一个小型的动物花灯 需要花费扎酱两个小时的功夫 但扎酱乐在其中 因为自己动手做花灯的时候 也传承着一门民间技艺 在扎酱的指导下 我们也试图亲手制作一个花灯 感受前山的黏味 你这样就不行 它必须要从这上面移过来 这样的 你看 它这样的以后绑起来 你看 它把它夹起来 这样绑 这以后就不掉了 扎花灯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颇见功夫 而前山传统的鱼花灯 就这样吧 远比我们制作的这个复杂 但即便这样已经简化的花灯 对我们来说也颇具挑战性 经历了好几次的法工 一个鱼花灯终于在我们手上成型了 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 先画一个黑的 中间点一个黑的 对 然后 然后再给它 眼帘 眼帘 画一个 眼框子 也是眼框 对 对 不米软 半米圆 圆到这儿来维持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对 鱼尾巴 鱼尾巴画一下 对 人可以 可以吧 我觉得有时候过年吧 不是有一个这个鱼灯啊 是你拿着这种灯的时候那种心情 那种感觉 特别愉悦的心情 过年的心情 进入腊月以来 一切有关过年的准备 仿佛都是在等待大年三十的到来 这一天 全家人都要聚集到一起 共同烹制出一大桌饭菜 并在新年到来之前 吃一份象征着团圆 希望和吉祥的年纪 年夜饭 在韩再芬的记忆里 第一次没有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是在1994年的大年三十 这一年 韩再芬受邀 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演出 家人团聚起来 是年夜饭的时候 韩再芬正在春晚的演出现场 您三十二晚上都是现场直播吗 那现场直播所有的演员都不能回家过三十 尤其是我们外地的就更惨 要在要在北京的晚上 反正他演完以后到十二点 终身一敲他又回去了 但我们回不去 我们还等第二天早上坐飞机再回去 所以那个时候 那是第一年过得觉得有点 觉得冷清 但是那一年又没有觉得特别冷清 为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种兴奋 还有另外一种激动 春晚的心灵 就是因为参加了中央台的三十二的春节晚会 那爸爸妈妈呢 所有家里的人都在期待着 因为那时候大家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 对吧 大家都在期待 我的女儿 这个今年上春晚了 从1994年开始 韩再芬又多次参加春节联关晚会和戏曲晚会等演出 在大年三十晚上 跟全国的电视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 却很难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所以韩再芬和家人总会在临近过年的时候 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团聚在一起 提前做一顿年夜饭 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做两条鱼 那为什么一定要烧两条鱼呢 待会再告诉你们 走吧 在中国人的年夜饭中 鱼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太阳 因为鱼和鱼谐音 人们在年夜饭里准备鱼 寓意年年有余 但是在前山过年 一定要烧两条鱼 这又是什么特别的讲究呢 鱼来了 好 放在这个位置 你看 这是我们大家待会要吃的一条鱼 那这个鱼呢 我待会呢 要把它恭恭敬敬地放在我们这旁边 为什么呀 它呢就叫听话 它要听着我们在这个 待会喝酒啊 祝福啊 它要一直在旁边 听着我们所有人呢 讲这种吉利的话 原来在前山过年 一定要做两条鱼 一条鱼是年月饭里的太阳 寓意年年有余 而另一条鱼叫拼话鱼 是专门用来在过年期间 听人们说吉祥话的鱼 妈妈还嘴里面还唠叨着 这个鱼呀鱼呀 你好好的 你就在这个旁边 你听话 然后你就看着我们 我们今年的过年了 怎么怎么 就唠叨 玩笑以后 师傅 过了玩笑会气 他听话听到玩笑 就玩笑就是中国这个群结结实了 他分气 用来听吉祥话的听话语 是前山人年夜饭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 在过去物质条件 并不是太优越的时候 没有钱在年夜饭时 准备两条鱼的人家 也一定要用木头 刻一条木鱼 放在餐桌旁边 让这条木鱼 承担听吉祥话的任务 除了听话语 前山人的年夜饭 很多菜肴都被人们寄托着美好的日语 这是那个糯米原子 这是那个用糯米包裹的 里面有肉腥 有糖的腥 还有那些菜腥 就是团团圆圆 这个是石井菜 这个象征的什么呢 石泉石美 这个筷子啊 碗呢 它必须是摆双树 如果你家是11个人 他一定要摆12双 这是一种风俗习惯 好了 在这大家庭欢聚的重要时刻 祝爷爷奶奶 身体健康 服侍东海 寿比南山 好 祝我们大家 工作身体身体健康 事业分价辉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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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正月 前山人就开始挨家挨户的拜年 同时也接待前来拜年的亲朋好友 在接待客人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呢 就是茶叶蛋 这个茶叶蛋呢 寓意着什么呢 就叫圆宝 所以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拜年的时候 大家过来了 然后 所有的家庭招待都讲 哎呀 您一定要吃一个圆宝 叫得圆宝 希望你今年呢 就是 财源滚滚 就是寓意着这种 比较吉祥的事情 正月里 除了请客人吃茶叶蛋 前山人还要请客人烧茶 但烧茶看起来 却和茶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在客人来家里拜年的时候 主人招待客人的一碗鸡汤面 这碗鸡汤面里还讲究放上一根大大的鸡腿 表示主人的热情 但端给客人的鸡汤面 面与面之间 却似乎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之处 我看这鸡腿 这个是有红绳是吧 对 然后这个没有红绳 没有红绳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 在我们当地就要注意这个事了 它鸡红绳就是表明 有的人家 他家里或者是家境 不那么富裕 或者是家里突然来客人很多 那么呢 但是招待客人的烧茶 又必须是鸡腿的下面 所以他呢就在邻居家 假意不够 就邻居家去借鸡腿子过来 借了以后呢 然后他还还给人家 那么所以在上面就用红绳子做个记号 所以这样的鸡腿子是不能吃的 他等客人走了以后 他还要还给人家 对现在的前山人来说 鸡腿上系红绳 已经成为一种记忆 但他却是前山人过年时代 宽厚之心 更热情一些的人家 还要在鸡腿面上 再加上一个煎好的鸡蛋 这样的面被称为三层楼 有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 正月里的活动 除了拜年时送元宝烧茶 还有细灯 每年的正月十五 前山人都会扎好各式各样的花灯 走上街头 共同庆祝新一年到来 不过每年最让韩再芬记忆深刻的 还是过年时唱大戏 每年到了大年初二就开始走亲戚 就走远亲 大伯伯家 还有舅舅家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乡校 他们会请那个 就是大家集钱 集资 集资以后呢 就请一个班子过来 就唱大戏 就唱大戏 唱大戏 然后我们有时候到乡下去 串门的时候嘛 也会随着一起去看 那个时候很开心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唱大戏呢 他很简单 他没有今天这样的 好像做得很奢华 搭台子什么 他没有 他就这个很简易的 很简易的 然后家家户户自己搬个小板凳 就坐在下面就可以看了 在前山 春节唱大戏 是由来已久的过年传统 唱戏的班子 一般都是民间自发组成的 而这些民间的戏班 无意外唱的都是黄梅戏 演员们在台上表演 观众们端坐在台下 春节的气氛被推向了高潮 老人们很快就会进入戏里的情节 于是舞台上的快乐 逐渐弥漫开来 小孩子们听不懂戏 但却对唱大戏的热闹感染 从而感受到春节的气氛 前山人对戏曲的喜爱 由来已久 正是这种喜爱造就了很多戏曲灵强 著名的京剧鼻祖 成长庚 就是出自前山县 成家庭 清朝乾隆时期 黄梅戏传到了晚江流域 上世纪五十年代 著名黄梅戏艺术家 严凤英 曾经已过天仙佩 风靡全国 使这个地方戏曲 被更广泛的人群喜爱 黄梅戏是我们当地的民俗 当地的人们所喜欢的一个戏种 而且黄梅戏又是那么朗朗上口 又是那么容易唱 现在在我们当地 可以讲是街头巷尾全在唱 因为他们把这种艺术 已经变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童年记忆中 春节的时候 站在戏台底下 聆听黄梅戏唱段 看打豆腐里的灰石 看关灯里的欢喜 看戏台上的人生百态 晚江流域黄梅戏的传统 改变了韩再分的人生 也深深地嵌进了前山春节的民俗当中 前山年的春节 随着每一处黄梅戏的上演 而异彩分成 苏州的汤圆里 怎么包的是肉馅 香甜的年糕 为何要做成砖块的形状 丰盛的年夜饭里 又有着怎样浓浓的祝福 敬请收看 左边中国春节特别节目 第三集 寒雪家乡的年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